在行动管制令之下 虽然有部分的业者是已经申请准证复工 但是为了人民的安全 政府是仍然不允许露天小贩恢复营业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 蒲种金鸾区的露天小贩 从上两个星期开始 为了维持生活 以轿车替代档口和顾客进行现场的买卖 但是没想到却遭到了书邦在野市议会来取缔 开出罚单 原本已经面临经济危机的他们 还要掏腰包来还罚款 对他们造成了心理压力 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雪兰河浦种金鸾区有十多名露天小贩 因为行管令从3月18号开始就没有摆当 虽然他们成功取得政府发放的500令吉小贩援助金 但是还是不足以维持生活开销 由于行管令一再延长 小贩们开始捉襟见肘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他们只好以轿车和餐车取代档口 兜售商品 小贩们本来以为只要不摆档就可以继续营业 却没有想到还是遭到市议会取缔 今天中午 小贩们在民政党雪州公共投诉局主任 林华正的安排下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申诉他们的惨况 你试一下看 打工车七百多元 工屋七百多元 工保险 还有几百元 那些入息都没有了 他们很担心 我们这样的精神 又要崩溃 因为我们有屈的 之前又有屈的 人们都要崩溃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一两个小时 我家完全没有收入 因为我们两个小时 我们都不敢做 我们太晚的时间了 我们只有八点多钟 我们就走 但是七点多时就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走 我们都很可能做 我们不做 我们都走 但是还要跟车追 还要跟车追 我们知道 第一个月我们顶着 第二个月我们都顶着 现在是第三个月了 经济又出了文派 所以我们出来 是不是够些货 但是更加写三文 但是更加写三文 每个地方都写三文的 三个月 三个月每个日式 又要三万元 又要花多少钱 小贩们表示 市议会开出的罚单里 并没有列明罚款的数额 因此他们感到十分担心 在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 罚单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他们强调 自己也是逼不得已 才会出来工作 因此希望州政府 能给予协助 允许他们营业 并承诺会遵守条件 不会摆当 而是会把商品包装好之后 才卖给顾客 NDP7综合报道 谢谢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